江乐兴 意大利简史 演播秋雨和堂 第四章 中世纪封建时代的意大利地区 十字军东征 教皇发起的圣战 在中世纪的欧洲 十字军东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宗教和政治事件 历时近200年 前后八次 这场战争是由当时处于黑暗中的 中世纪落后的十字军 打着圣战的名义 去洗劫当时高度发达的阿拉伯文明 而爆发的一场旷日持久的杀戮 因为每个出征的士兵的胸前 都带有一个十字形的标记 所以这些军队就被称为了十字军 十字军东征是一系列的在罗马教皇的号召之下 进行的军事行动 以收复阿拉伯人侵占的土地的名义 发动的战争 但是战争开始之后就迅速的发生了变质 甚至第四次的十字军东征 就直接针对另一个基督教的教派 东正教 还洗劫了拜占庭帝国的都城军事坦丁堡 由于十字军参军参战的人员极其复杂 一开始就怀着不单纯的宗教名义进行征伐 所以至今在历史上依然是褒贬不一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这场东征对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时至今日 基督教世界和阿拉伯世界的对抗很大程度是十字军东征的后裔症 由于耶路撒冷是耶稣的受难地 一直以来 这里被基督徒视为心中的圣地 但是由于七世纪伊斯兰教兴起之后迅速的扩展到了阿拉伯半岛 而且大有朝着阿拉伯半岛以外发展的趋势 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掀起了长达一百多年的扩张 欧亚两州的历史格局从此巨变 636年阿拉伯帝国在约旦击败了拜占庭军队 并于638年占领了圣城耶路撒冷 由于当时阿拉伯世界无论在科学文化经济军事 都和当时的中华文明一样领先整个时代 所以当时的阿拉伯世界比基督教世界更为强盛 直到八世纪的中叶 阿拉伯帝国从来没有停止攻击基督教世界 他们不但占领了西班牙 还进入了法兰克王国的腹地 在整个八到十一世纪 虽然阿拉伯帝国内部也变化巨大 其政权被塞尔柱突厥人颠覆 但整个欧洲仍然处于对阿拉伯世界的恐惧之中 基督教的圣城耶路撒冷也长期处于异教徒的控制之中 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强大和宗教原因 拜占庭帝国希望西欧的基督教国家能够联合起来夺回圣城 并且消除阿拉伯世界的威胁 出于对阿拉伯世界的需要 原本已经分裂的基督教世界暂时的联合起来 在那个宗教狂热的时代 整个欧洲处于一片蒙昧的黑暗当中 宗教的最高领袖教皇就是人们的精神领袖 于是在罗马教皇乌尔班二世的号召之下 一场驱逐异教徒夺回圣地的远征就此开始了 前三次十字军东征 1096年的2月 欧洲人进行了第一次东征 这次东征的大军大约有三万人 兵分四路到军事坦丁堡集结 这批十字军是由封建的领主率领的 装备精良的骑士和大批的平民组成的 很多加入十字军的平民是为了通过东征 来免除债务和得到救赎的 他们装备低劣 手中拿着参差不齐的武器甚至农具 骑着马牛和驴 更多的人则是步行 尽管如此 他们却士气高涨 但是大军在沿途抢掠 以补充军队所需的时候 就被匈牙利人歼灭了大批 1099年的7月 会合休整之后的十字军杜海 进入了小雅西亚 在经过多次艰苦的奋战之后 功成夺地 占领了当时阿拉伯世界统治者 塞尔铸突厥人的都城叫做尼卡亚等城 并于1099年的7月15日 占领了耶路撒冷 大肆的掠夺屠杀 在劫后的土地上建立了以西欧封建制为模式的 耶路撒冷王国 这次东征也是八次十字军东征当中唯一取胜的一次 1144年 塞尔铸突厥人反击 占领了耶路撒冷地区的十字军国 叫做埃德萨伯 于是欧洲各国再次组成了十字军 发动了第二次东征 但是东征大军被塞尔铸突厥人打败 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 于是只有退兵回到欧洲 在第三次东征的时候 欧洲的各国的十字军 以法国国王菲利二世 神圣罗马帝国的红胡子菲特列一世 还有英国雄心王叫做理查德一世为统帅 但是他们面对的是阿拉伯帝国历史上伟大的萨拉丁大帝 虽然欧洲的三位国王并非庸才 但由于67岁的菲特列一世 在河中结束的时候不幸逆水而亡 没有了这位国王的领导 条顿骑士团的战斗力将大打折扣 于是只得撤军 而失心王理查德一世率领的部队 在路上并没有被萨拉丁旨击败 而是到达了阿克城与菲利二世会师 此时菲利二世已经围成一年有余 但是理查德一世的胜利军赶到之后 一个月内就攻下了阿克城 但是双方因为城头该插谁的国旗而闹翻 后来法国士兵因为拿不到军饷而撤军 而此时理查德一世因为少了一万多的胜利军 所以在前线与萨拉丁的对战当中处于不利的形势 但是理查德一世的勇猛鼓励了大家 萨拉丁也为之感动 在理查德一世的战马被射死的时候 萨拉丁说道 这样英勇的国王怎么能够没有战马呢 随后送给理查德一世两匹战马 让他继续作战 此时菲利尔是在国内挑唆理查德一世的弟弟约翰篡位 而萨拉丁自己也是后院起火 穆斯林联盟内部是矛盾重重 无奈之下双方只好把兵 谈判的时候 两个人都被对方的风范所折服 理查德一世英勇盖世极为豪爽 萨拉丁这位领袖宽人厚道 极富欧洲歧视的风度 两个人达成了协议 以约旦河为界 耶路撒冷依然归伊斯兰世界统治 但基督徒和伊斯兰教的信徒 都可以到耶路撒冷朝圣 萨拉丁归还了基督教圣物 针十字架 同时送还俘虏 第三次东征结束 这次东征结束 这次东征结束 这次东征结束